是大运主题曲竟出现吴殷宁是傻子。 妄笑,回补去了。 图TVBS。 北农总经理吴殷宁近日拒绝到台北市议会被巡,甚至在开会前PO文称布莱被巡视遵守法规引发争议,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吴殷宁是由农委会指派。 他也没辙,是否管不了他。 不过今天由网友发现一件巧合,就是去年台北市大运的主题曲《拥抱世界》。 拥抱你,竟有一句听起来就像是在骂吴殷宁傻子啊!让网友笑成柯P偷骂人。 柯P近日频频频要求农委会将该会所持有的北农股份卖回给北市府,外界认为柯此举事在针对北农总经理吴殷宁。 对此一名网友今日就在PTT表示刚刚重听了是大运歌曲。 发现其中有一段口白片段,竟然是在说,吴殷宁傻子啊!在2.28分处骂了第一次。 文章曝光后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纷纷重听一遍后表示被你这样讲,好像真的是矮,怎么办歪楼了?我回不去了,笑死,柯P高招啊!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故意找查,很有事,因战争。事实上,此段歌词为原住民语的欢迎朋友们,高兴的来加入我们。 Welcome, friends! Come and rejoice with us! 图TVBS北农总经理吴殷宁近日拒绝到台北市议会被巡,甚至在开会前PO文称布莱被巡视遵守法规引发争议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吴殷宁是由农委会指派,他也没辙,是否管不了他。 不过今天由网友发现一件巧合,就是去年台北市大运的主题曲《拥抱世界拥抱你》,竟有一句听起来就像是在骂吴殷宁傻子啊!让网友笑成柯P偷骂人。 柯P近日频频要求农委会将该会所持有的北农股份卖回给北市府,外界认为柯此举事在针对北农总经理吴殷宁。 对此一名网友今日就在PTT表示刚刚重听了是大运歌曲,发现其中有一段口白片段,竟然是在说,吴殷宁傻子啊!在2点28分处骂了第一次。 文章爆光后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纷纷重听一遍后表示被你这样讲,好像真的是矮,怎么办歪楼了? 我回不去了,笑死,磕屁高招啊!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故意找查,很有事,因战争。 事实上,此段歌词为原住民语的欢迎朋友们,高兴的来加入我们。 欢迎朋友们,欢迎来加入我们。 图TVBS北农总经理吴殷宁近日拒绝到台北市议会被巡,甚至在开会前PO文称布莱被巡视遵守法规引发争议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吴殷宁是由农委会指派,他也没辙,是否管不了他。 不过今天由网友发现一件巧合,就是去年台北市大运的主题曲《拥抱世界》《拥抱你》,竟有一句听起来就像是在骂吴殷宁傻子啊。 让网友笑成柯P偷骂人。 柯P近日频频要求农委会将该会所持有的北农股份卖回给北市府,外界认为柯此举事在针对北农总经理吴殷宁。 对此一名网友今日就在PTT表示刚刚重听了是大运歌曲,发现其中有一段口白片段,竟然是在说,吴殷宁傻子啊,在2点28分处骂了第一次。 文章曝光后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纷纷重听一遍后表示被你这样讲,好像真的是矮,怎么办歪楼了? 我回不去了,笑死,柯P高招啊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故意找茬,很有事,因战争。 事实上,此段歌词为原住民语的欢迎朋友们,高兴地来加入我们,Welcome Friends, Come and Rejoice with Us。